大家看我这一棵用火龙果嫁接的蟹佐兰树 现在又开始开出第二波花来了 很多花友养的蟹佐兰都是开完一波花之后 就很难让它开第二波花了 那么具体怎么养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每次浇学的时候 加入这种增根状化型营养液 这种增根状化型营养液 既可以强壮根系 又可以促进花苞生长 所以每次都会给它用上一小瓶盖 然后按照一千倍对水给它浇灌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足够的营养 来给它让花苞生长 同时又可以强壮它的根系 所以不管大家是养蟹佐兰也好 其他花卉也好 在花期给它用这种增根状化型营养液 既可以强壮根系 不担心积水烂根 又可以给花苞提供大量的营养 让它开完一波花之后 又能开第二波花 好了下期见